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看課本系題3-1的第四題 這一題給它兩個讚 這是一個常考的問題 可以常考 那這個題目是這樣說的 它說已知這個矩陣做了列預算之後 會變成底下這個型態 請問這個A跟B是誰 總之這種題目我想 大概你也沒有什麼其他特殊的注意方法 我們就真的來做列預算 那首先你觀察到 這裡是1 然後下面這個是什麼 都是0 所以我們對於原來的這個矩陣呢 我們可以選擇把第一列乘幾倍交到第二列 乘-2倍交到第二列 還有把第一列乘幾倍交到第三列呢 乘-3 對不對 交到第三列 我們先讓這兩個元素通通變成0 那我們第一列先照抄 沒有改變的我們先把它抄下來 1-3 -2 -4 好 那乘-2加過來 同學這裡變成0 乘-2 這邊變6 6加1這多少 7 乘-2 4加3 這裡也是7 乘-2 8加6 多少 14 OK 乘-3加過來 這裡變成0 乘-3加過來 9-2 7 乘-3加過來 6加5 11 乘-3加過來 12加6 18 好 同學我們先做完第一個步驟的列運算 來 老師等你 這樣可以嗎 先做到這邊 OK 有沒有問題 那做到這裡之後 同學讓你再繼續看 他希望這個元素是誰 123的1 所以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下一個列運算 應該可以考慮 把這個第二列乘以多少 7分之1 對不對 就是除以7的意思 所以我們現在做第二個列運算 我們把這一列乘以多少 7分之1 可以嗎 那乘7分之1 老師不妨偷讓 我們就直接這樣寫 這個乘7分之1之後 這裡會變成多少 這裡是變成0 這裡變成1 這裡是1 這裡是多少 這裡是2 這個我們就不要再多寫一個矩陣 我們就直接這樣寫 我們把第二列乘7分之1 好 是不是變成0 1 1 1 2 這樣子可以嗎 那乘了7分之1之後 同學他現在要做下一個列運算 他希望這個1 下面這個元素是0 所以我們現在考慮 把第二列乘多少 加到第三列 那乘多少 同學是不是乘以負7 這樣可以嗎 是不是乘負7 加到第三列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個列運算出 之後的結果 來 老師寫一下 這裡是1 負3 負2 負4 好 這裡照抄是0 1 1多少 2 乘負7加過來 這裡是0 乘負7加過來 這裡是0 對不對 好 乘負7加過來 11-7 所以這邊是多少 4 4 好 乘負7加過來 -14加18 所以這裡是多少 這裡是不是4 可以嗎 來 老師目前做到這裡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齁 好 那最後來 教學請看這邊 對照一下這個矩陣 1-3-2 是0 1 1多少 A1對不對 所以教學你這裡已經看出來了 來告訴我你的A1是誰 你的A是不是2 對不對 你的A是不是看出來是2 那004是A等於001B5 那同學其實我們這邊再做一個連結算 我們把這個第三列再乘以多少 再乘以四分之一 對不對 那這個第三列就變成0 0多少 1 1嗎 好 是不是變成這樣 所以從這裡我們應該可以很快的看出來 教學你的B 告訴我你的B字 B字就是1 這樣同學有沒有問題 其實同學這個做連結算 你就是要把過程寫清楚 好 那我想最後答案A等於2 B等於1 好 謝謝各位同學 那我們這一題就更簡單的談到這裡 那